有什麼性癖好嗎 他老公有一個習慣 要英文幫他 扶住 他覺得他把最脆弱的地方 給我照顧 這一兩年常常都看著對方 就覺得你太完美了 如果你有一天不小心怎麼樣 我也不可能再喜歡別人 不過算說是時間上閃婚 但實質內容等同於愛情長袍 台灣目前電視史上第一隊 也是到目前唯一的一隊 主播夫妻黨 我們的專業就是採訪 我們婚前身是把對方當 看板人物在深度 你不會下去 你不會下去談戀愛 我們會坐下來用問卷調查 太理性了 好有壓力 而且每一次見面醫療 一深度專訪就三個小時以上 天啊 為什麼 太累了吧 你爸媽上一次大選投給誰 這個家族有沒有跟我們顏色不一樣 勇哥哥 你們當時這個沒有拍成YouTube影片 太過分了 壓力太大了 要生小孩嗎 婚後要不要跟爸媽住 初一去你加過去我加過 還早上公立還是私立 校養金包多少 他在想什麼我們在想什麼 在婚前非常徹底了解 連生孩子都一樣 結婚之後我們完全按照 之前的QA問卷調查去執行 他要四個 我說我最對兩個 我勉強接受兩個太答應 我們就真的升到第二個 早上11點升官12點 黃膽報告出來是健康的 我下午4點立刻結紮 我都已經做到了 我有交代了 好厲害喔 而且他女車竟然是我們的那個 對 S&G 我們S&G車 對 我也有像就是永康哥這樣的順序 在電話裡面講要結婚之後的 那一個時間 我們就真的像問卷調查 真的喔 對 就真的就問 比如說爸爸媽媽做什麼的 他會問我爸爸媽媽 就身家調查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對 因為沒交往過 然後我還曾經問過 最細節的就是說 你有什麼性癖好嗎 就是 因為我有遇過就是 妳問他這樣 他說我現在要過來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人在澳洲 我已經在台灣了 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什麼性癖好嗎 那會有絲襪屁嗎 會有什麼 就看一個一個問 把所有有可能 你不太能接受的 都唸出來問問看 他說這些都沒有 然後我說那有性功 性功能障礙 這個性功能不全 就是因為 他是飛回來就等於要結婚 飛回來之後要試婚一個月 就是 那因為有試婚的這個東西在 所以我覺得問清楚或幹嘛 然後最後他就 他就問了我說 他說好啦 我跟你講 大概 他就講 沒有 局部 在局部 傳了一組沙龍罩給你看 沒有 這種就是 你會問大概時間 或者是說曾經有過怎麼樣的狀態 功功偉業 對 然後他就說 他說 用過了都說讚 家庭如潮 所以我就會覺得 就說奇怪 我怎麼會問這個 後來回來之後試婚一個月 就就定嗎 所以一下飛機就試了 沒有 下飛機是我們第一次出門 你們很瘋耶 對 就是他就決定要結婚 就飛回來了 所以有符合他所說的嗎 他老公應該一定讚 他三寶媽 對 但是沒有 但是有一次跟英文一起錄完影 我回去 我一直夢到這件事 小夫嘛 然後老公 然後英文就在節目裡面 我一直想問這是真的嗎 他說他們睡覺 他老公有一個習慣 對 要英文幫他 暖蛋 扶住 扶蛋 要扶住 要扶 那就要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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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幫他暖蛋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說 fufudo嗎 真的有這種 對 他當初有跟你講說 他有這個癖好嗎 沒有 那是已經很 已經到很熟了 已經到 現在真的是認真還是該講 先問他 這比剛剛那段婚禮認真嗎 而且我還因為這件事上新聞之後 還被罵 這有什麼好罵 就還被 就是一些粉絲罵說 你是沒有故事的人 還要上節目去講這個故事 妳講這樣 要不然叫他老公來 對啊 因為他覺得 他把最脆弱的地方 給我照顧的 最脆弱 最脆弱 什麼最脆弱 兇起來還咬人 但是雞蛋 給他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好 還好他們不是跟原外交往 你每天睡覺都這樣 就好像 妳願意帶一台GoPro回去拍給我們看 真的很脆弱 人家熱情幸福 暖淡 好可愛 怪怪 閃婚厲害 還是愛情長跑的感情基礎厲害 大家來評比一下好不好 我跟我老公在13年之後 才發現他很有智慧 他的EQ很高 他不容易被激怒 但是唯一有一次 其實是因為我跟我婆婆 真的吵到不可開交 因為我們前五年 其實有很嚴重的這個 婆媳問題 有一點像他是大老婆 我是二老婆的那種感 小老婆的那種感覺 真孩子 對 而且又知道妳後來幫他 服膽 服膽 妳有跟妳婆婆直接 因為這個就挑明了這樣 其實我很沒 媽 她的蛋蛋在我手裡 妳要是再敢講一句 我就捏爆他 突然一直想到有個扭蛋路跑 很有趣你知道嗎 連路都在扭蛋路跑 扭蛋路跑這個很好 沒有 婆婆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她其實 不好溝通 曾經有過一次 就是我就是一直就會在 可能抱怨婆婆 就在化妝的時候 就她在上廁所 我在化妝 然後我就說 又發生什麼事了 怎樣這樣 她都沒有聲音 平常她都會稍微安慰我一下 她就都沒有聲音 那時候我轉頭看 她就掉了一滴淚這樣 然後我就說 妳怎麼了 妳在哭喔 她就說 她說其實我都知道妳對 然後我也覺得 我媽媽不應該這樣 可是她畢竟是我媽媽 然後她講 她說 妳可以讓讓她嗎 我就瞬間就心軟的覺得 對 我能理解 這個兒子的這種感覺 有一次真的我們一直吵 一直吵一直吵 吵到有一次 她看到我們又在吵 剛好還去倒垃圾 她垃圾就有用力丟 丟在砸在地上 然後她一砸在地上之後 她人就跑出去了 然後跑出去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音訊等等 以前她就有一點小小的壞習慣 就是她出去有時候也不會講什麼 然後這次又不講 一直打電話打好幾通 突然間拍了一張照片 她的腳就放在那海邊這樣 搖來搖去這樣 我就是想說那威脅我嗎 妳好像要跳海還是什麼 太恐怖了 可是我沒有生氣 我就心想說你回來 我跟妳道歉 就是妳回來 妳不要做傻事什麼之類的 但她也沒有回我 她就是電話就是關機了 隔天她回來之後我就問她 我就一回來之後我說 對不起 說我脾氣要好好控制 那妳不要再生氣了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妳昨天去哪裡呢 她說她去 她阿嬤的墳墓前面跟她阿嬤講 跟她外婆講話 真的 她說妳女兒一直在跟我老婆吵架 就是妳可不可以讓她們不要再吵了 她就跟我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當晚阿嬤有回來嗎 沒有 只是她跟我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其實她怎麼樣 如果她怎麼了我會很擔心她 小夫很Drama 對 那她拍那個影片是什麼意思 她只是說她想告訴我 她在海邊而已 可是我說太可怕了 腳這邊晃來晃去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 不管怎麼樣我們發生什麼事 妳不可以做傻事 所以妳看 因為就沒有交往過 這些都在婚姻裡面進行 所以我們是前五年都在大潮 我結婚的第一個月就想離婚 那時候已經懷孕了 結婚第一個月我就覺得我要離婚 哪裡 就因為有那一張紙 可能人家都覺得說 有那一張紙好像只是一張紙而已 可是我們確實是因為一張紙 我們就一直這樣過來… 到十幾年之後 肚子那一個月才是大問題 當然也有 可是這一兩年 常常都看著對方就覺得 妳太完美了 對啊 走那張紙 真的 就是 妳走過來才發現的 可是妳如果沒有那張紙 走過來那個後面三年 妳是看不到這個感覺 我看著她 她看著我 她就說對 妳最適合我 然後我就看著她說 如果妳有一天不小心怎麼樣 我也不可能再喜歡別人 我看著她 不是 我很常跟她講 太Touch了 我每次都會看著她 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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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動… 真的感動 所以就是那個患難那十年 那真的有十年了 了解對方 我們最感動的是 因為我們也認識小夫 竟然可以被說成 妳實在太晚輩 真的 在他們彼此心中 行人眼中他就是出西施 就是這樣 對啊…來…